各位听众好,我是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执行副总编辑邓嘉玲 我想跟大家谈谈如何化解冲突,内容出自本刊精彩的文章 怎么样化解冲突呢?以下跟您分享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思考冲突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都在职场上碰过冲突,很多人会因此情绪低落 心里想,糟了,我们吵架了,或是他一定对我很不高兴 然后呢,就会有两种反应 一是对问题置之不理,二是直接杠上了对方 但是这样处理问题呢,不但没有效用,而且会伤害了彼此 你必须先停下来了解真实的根源 冲突的根源呢,有分四类 第一类呢,属于人际关系,像是人与人间的不和 第二属于工作的问题,像是对目标的意见分析 第三属于过程问题,像是对达成目标的方法或是过程有争议 第四属于地位的问题,像是对于自己在团体中的位阶起了争执 思考这四种类型的差异呢,有助于你厘清冲突的问题在哪里 即使问题不完全适用于其中某一种类型,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就可以顺利地想出解决的对策 第二个方法呢,是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冲突 我们情绪激动,愤怒的时候很难保持理性 假如你跟同事起了冲突,情绪十分激动的时候 不太可能想清楚该怎么说或怎么做 与其当下跟对方唇枪舌战,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 你可以先向同事解释,你需要把事情想清楚再回来谈 千万别叫对方冷静,这很可能让他们更加地生气 万一双方都很激动,你大可以直接地走开 离开现场,先去洗手间或干脆去外面上站步 让自己冷静下来 等到你觉得准备好了,也想好该怎么继续谈下去 再回来跟对方继续地讨论 第三个方法是必要的时候可以请第三方来化解冲突 有的时候,迂回的方式来解冲突反而更有效 比方说你的工作环境的组织文化是以和为贵的 你或许没有办法,因为某一个问题就直接找上当事人来理论 此外,有些时候人比较愿意听第三方人的意见 这个第三方可能是比较高阶的人 也可能是你亲信的密友 这种情况下,最好请第三方介入 你可以找主管谈谈,说明问题何在 例如,你碍于同事从中阻扰,很难顺利地组织会议 你可以请主管适时地介入,让与会者能继续讨论 又或者,你与某个组员对如何分配大家共同的预算意见不合 你也可以请主管来拍板决定 这么一来,你们双方都不算数,你也只是依照主管的命令行事 这种迂回的做法在西方文化中或许会惹人不快 但是在别的地方呢,却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 以上再次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 说明如何从三个面向来化解冲突 这三个面向是 第一,思考冲突的根源 第二个面向,冷静下来再处理冲突 第三个面向,必要的时候呢,请第三方来化解冲突 谢谢收听,也欢迎您来阅读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